很多小孩都會把一些東西搭進去平康 還是小孩裡面 這是很危險喔 各鄉都有一個三歲的女孩 流瓶流幾多月 後來醫生是對於平康裡面 捏出一條大爪 大爪大爪小孩的平康一個多月 他們去既身鼻塗炎 但小孩中的東西大爪 大爪像你一樣 水營電地上都是小孩玩的時候 會沒所謂附近的東西 家長一定要注意 醫生提示 東西帶來沒趕緊淺度 有可能陰氣鼻塗炎上問題 所以小孩如果是表達 自己平康或是平康會疼 甚至一直打 藥 或是空的時候 家長就要有鏡頭 趕緊看醫生 比較保護孩子的健康安全 記者談判有口正準確向報道 既身鼻塗炎上問題 在生活中央匹立的平康 既身鼻塗炎上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